华仔太太朱立倩和女儿留相会下午两点后抵达香港殡仪馆 华仔随之从灵堂走出殡仪馆外 上前牵着两人步进殡仪馆 他们一家三口都戴上口罩 经过媒体区有记者提议他们停步拍照 三人都没有回应进入了殡仪馆 等电梯往二楼的灵堂 虽然华仔全程低调不回应 但他进入电梯前也有特意回头 向记者双手合十致意 随着跟太太和女儿步进电梯 华仔爸爸刘里11月20号病逝 得年97岁 他的丧礼以私人行私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从下午到晚上9点 让亲友出席 晚上9点到10点 让华仔天地的粉丝向刘爸爸告别 这是2018年华仔演唱会 刘爸爸刘里最后一次被派到出席公开活动 这也是华仔太太朱力倩 女儿刘商会 少有的公开亮相 三代同堂的看华仔最马受伤后 首次付出的演唱会 华仔跟爸妈感情要好 多年来经常出席华仔天地的活动 无论是会庆或华仔生日 都是切蛋糕的特别嘉宾 刘爸爸跟华仔的粉丝 就像一家人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